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11月后是甘蔗芋种的季节 1933年日本人在万丹设立甘蔗胶配谱 万丹第四瓶白天的风小适合甘蔗杂交 甘蔗胶配谱后来改名为万丹甘蔗芋种厂 甘蔗芋种首先是要去收集芋种材料 我们现在的这个光旗市上面很多的盆栽 这些上了这个台价的盆栽 它是每天这样推进推出的方式 来补足它每天要12个小时过15分钟的这个制造长度 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它就会开花 那甘蔗开花了之后 那如果那个刚好我们所目标 我们的目标组合特性的一个清本 刚好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开花 我们就采这些清本到那个杂交温室去做杂交 那杂交之后就会有种子 种子播种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 有良品系的一个选拔 三百多年前 汉人到台湾带来竹蔗 开启台湾甘蔗种植 早已本土化的甘蔗 正花岁高举 眺望南向 期待明年片片绿燕火光 闪现纯青要芒 台北市西门亭的红楼具有百年历史 历经商圈的兴衰与风华再起 日前有一项红楼历史特展 结合在地店家的餐展 让民众看见不同年代的西门亭转变 西门亭是许多人年轻时美好的回忆之一 该商圈发迹至今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 其中在西门的地标红楼 更经过了110年的岁月 为了纪念这栋从日治时期变完工的建筑 策展单位特别串联在地的老店 一同为民众呈现西门亭从过去到现在繁华的盛况 那大家可能现在看到西门亭是长成这样子 可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资料跟照片 然后去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有些东西它可能变得不太一样了 又或者什么东西它还是历久尤存的 它就是一直都在这边的 本次展出不只介绍了红楼从过去到现在的样貌 更透过这栋建筑 延伸介绍了西门亭商圈的经典店家 许多店家也都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工具 让民众一同回味 属于几十年前的潮流与文化 是很多附近店家的身材器具 或者说他们以前对他们来讲很有意义的一些历史物品 就是我们逐个逐个去各个店家去询问 因为我们很希望说 跟我们一起在西门亭的这些店家 可以参与这次的特展 就是里面有看到一些很古老的照片 就觉得原来以前的西门是长的那样 就觉得很特别 红楼最早是以市集的方式存在 其间也转型成了剧院 现代则是成为文创产业重镇 而蜕变的过程中 更经历了两大政权的交替 但策展人希望民众能跳脱政治色彩 从自身与红楼的关系 看见这栋建筑的历史意义